哈囉大家好我是巧克力 我們今天又要來開箱Costco最新一週的新品 那我們這次呢買到了四樣的新品的部分 再來開箱給大家看看到底值不值得買好不好吃呢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別忘了訂閱關注我們youtube頻道 並且在下面幫我按個讚喔 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囉 那首先第一樣呢 我們要來開箱這個新的奶油餅乾禮盒 那它的售價呢是425塊 然後它這個禮盒裡面總共有四種口味 一種是奶油餅乾 一種是奶油酥餅 一種是焦糖奶油餅乾 然後另外一個是巧克力片奶油餅乾 它除了奶油酥餅的部分是82大卡 其他的大概都40卡左右 它裡面居然長這樣耶 超像那種古早味的餅乾 奶油酥餅的部分總共12片 那其他口味呢總共都是24片 所以它總共一盒的部分總共有84片 它的盒子算是蠻漂亮的 就是蠻適合送禮的 它餅乾長得都差不多 上面有印那個什麼1888 它這個應該是奶油餅乾 吃起來蠻酥的 它的奶油香很香 它裡面如果40卡我覺得還可以 感覺是使用那種比較高級一點的奶油製成 它那種是越咬越香的那種奶油的香氣 不過它是這種八片狀 就是代表說你開一包的話 一次就要把八片吃完 不然可能有人會軟掉 它第二個這種口味就是那個巧克力奶油的 有很多那種巧克力碎粒在裡面 它巧克力超香的耶 這個巧克力我喜歡 所以它的巧克力算給蠻多的 巧克力的部分的話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奶油香氣 所以不要主要是巧克力豆的那種香氣比較香 我們再來吃奶油酥餅的口味 它奶油酥餅的話就是 看起來比較厚一點 它奶油酥餅的奶油香也是很香 它跟奶油餅乾差在 餅乾的話吃起來比較薄 奶油酥餅的話 它除了外面酥酥的裡面 會稍微有一點點的軟軟的感覺 所以它整體吃起來比較厚實 它奶油酥餅吃起來有點 像在吃司康的那種感覺 就是外面是餅乾 然後裡面是司康的那種口感 然後它奶油香氣 比較沒有奶油餅乾那麼香 而且重點是不會很甜 大概半糖吧 就是不會很容易吃膩的那種甜度 那我們來最後一個口味 它這個是焦糖奶油餅乾 咬下去第一口那個焦糖的香氣超香 它後面餘韻的部分呢 是焦糖和奶油融合的那種味道 然後它的焦糖又不是那種非常香精的味道 所以第一口咬下去 焦糖味道是很重的 但是不是那種 讓你覺得很假的那種焦糖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焦糖奶油餅乾也不錯 但是如果說裡面最喜歡的話 應該會最喜歡巧克力 我覺得巧克力也是最好吃的 我覺得裡面個人排名的話 第一名是巧克力的奶油餅乾 第二名是原味的奶油餅乾 第三名是焦糖的奶油餅乾 第四名是奶油酥餅 那這個整體評分的話我會給8分 那第二個要來開箱的是這個新的養殖甘露 然後是季節限定的 售價呢是229塊總共就是有兩瓶 那它一瓶的部分的熱量大概是750卡左右 那在喝之前可以先搖一下 它裡面的芒果香氣蠻香的 然後有那個西米露在裡面 它的甜度大概七分甜吧 然後它芒果的香氣是蠻香的 結果它裡面那個不是西米露欸 有點像是金球 有點QQ的那種口感 它的金球有點像蒟蒻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養殖甘露沒有非常豐富的味道 基本上就是比較屬於芒果味道比較重 然後吃起來有金球這樣QQ的 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是以季節限定來說的話 可以買一次試看看 它這個夏天喝的話應該蠻解渴的 有種消暑的感覺 那這評分的話我會給8分 那第三樣呢就來開箱這個酸辣口味的可樂骨 然後它一樣是兩包 然後它售價呢是249塊 它一整包的熱量大概有3000卡左右 它裡面的量大概有5分滿吧 它感覺不像一般的可樂果那樣 它更捲一點 有點像是螺旋麵的感覺 它打開那種酸辣的感覺蠻重的 就是那種四川麻辣的味道 它吃下去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很像是 麻辣鍋的那種味道 而且不是辣的那種 是那種麻的那種麻辣鍋的感覺 然後慢慢的才會有那種酸味跑出來 比較像是酸辣 但是剛開始吃下去的時候 比較像是很焦麻的那種口味 它這個辣度大概有小辣再多一點吧 這感覺是大人的味道 這小朋友應該不會很喜歡 而且它越吃越多感覺嘴巴越辣 但你如果平常是喜歡吃麻的那種味道的人 的話應該會蠻喜歡的 但我個人吃麻辣鍋比較喜歡辣 不太喜歡麻 所以這種的話我可能就沒有特別的喜歡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6分 那我們的最後一樣呢 就是這個韓式帶骨牛小排燒烤片 那我買的這個呢是690塊 它是最近不是中秋節快到了嗎 所以新出的產品 如果有特別想吃的話 可以在這個時間趕快買 因為之後可能就沒了 那它有說它的烹調方式可以用平底鍋煎 或者是用烤箱烤 那我們今天呢就用平底鍋來煎看看 它的肉感覺有三到四片 很大片 然後有蒜頭跟洋蔥 然後還有它的醬料 它其實蠻快就熟了 然後可以用那個剪刀 稍微把那個骨頭和肉的地方剪一下 它會比較好要 它蠻快的 大概煎個兩分鐘就熟了 味道上是蠻香的 是那種韓式燒烤的味道 超好吃欸 超好吃欸 它的肉超級嫩 然後它的醬料是那種 韓式的那種甜甜的那種醬料 重點是它的肉質真的超嫩的 它連洋蔥都超甜 你沒有吃過外面賣的那種 韓式的同盤烤肉嗎 它那種醬料就是跟那種 同盤烤肉的醬料差不多 它醃得非常入味 而且它這樣速度超快的 一下子就熟了 然後肉質又非常嫩 然後它的那個肉汁都有鎖在裡面 所以它整個咬下去非常的 juicy的感覺 而且它又有點甜甜的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很膩的感覺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 九分 很快的我們又吃完這次的新品啦 那你們特別對哪一樣產品 特別有興趣的嗎 那我覺得 那我最驚豔的當然就是那個 韓式燒烤的部分 真的超好吃 而且是這個禮拜才剛有的新品 那也是季節限定的部分 之後最近中秋節才有上 而且它裡面的肉大概有四到五片 那一片大概約一百塊左右 其實我覺得不貴 那我覺得它的肉質 和它的味道是真的很好吃 那你們特別喜歡吃韓式的那種的話 一定要嘗嘗嘗看 其實如果你平常在喝飲料的話 我覺得養殖甘露也是可以買的 至少在夏天喝的話 我覺得是蠻消暑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關注我們 並且開啟小鈴鐺 然後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